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私修电子工作室推出的深入浅出STM8单变机入门系列教程 那么本套教程的配套书籍是由北航出版社出版的 深入浅出STM8单变机入门进阶与应用实力 配套的硬件平台是私修祥云的小王子开发版 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讲解理论教程的第58讲 华邦W25Q系列的操作指令及时序 那么这一讲里边我们原来的时候打算只讲一到两个指令 但是想了想这个25Q系列的芯片它经常要用到 所以说我们干脆把这个25Q16这个芯片 它支持的15种指令和时序都给大家做一定的介绍和讲解 以及重点的一些时序我们怎么来用程序把它提现出来 那么今天这节课时间稍微要长一些 所以说一会儿如果说听到半个小时 大家觉得疲惫了你可以按下暂停键 那么过一会儿呢你再听下半节那就可以了 对吧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关系和结束的安排关系呢 我们就不把它拆分成两节了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我们来讲一下 今天我们需要讲的一些理论知识 第一个呢就是说W25Q系列它支持哪些操作 我们说这个芯片啊 它本身来说就是华邦推出的一个存储颗粒 它支持的操作呢无非就是两大类 就是读或者是写 那么什么叫做读呢 比如说我要读这个芯片的ID号 我要读你这个东西的操作寄存器 或者是状态寄存器 我要读里面的数据 那么统称为都叫读 那么是写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要写入一个指令 或者是写入一个状态寄存器的值 或者是要写入某一个上区 某一个页对应的某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东西都叫写 特别要说明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擦除啊 擦除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特殊的写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往你这个存储器里边 每一位都写0 或者是说每一位都写1 实际上它就是擦除 对不对 擦除就是把原来有东西的数据 给它抹成青一色的0 或者是青一色的1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说我们把擦除理解成一个特殊的写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芯片 它支持了内置15个基本的指令 这个基本指令呢 很多很多 它每一个指令呢 它不一定长度相等 但是这个指令本身都是单字节的指令 一个字节 也一个字节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说0x01就是一个指令 或者是0x02就是一个指令 至于说它的功能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但是大家理解它的时候呢 就把它理解成一个字节对应是一个功能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每个指令呢 在骗选CS引脚的下降颜开始传送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芯片里面 不是有一个引脚是骗选引脚吗 对不对 那这个骗选引脚 如果说它是高 意思就是说这个芯片它无效 它不听你说话 就是高电频的时候 它不听你说话 它不接受任何指令 如果说这个CS等于0 那么这时候 它就可以响应单片机的指令了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想要对它传送指令 你必须要把CS怎么样 把它制成0才可以 是吧 那么还有一句话呢 就是DIO引脚上的数据的第一个字节呢 就是指令的代码 我们已经刚刚说了 指令代码一般来说首个 它就是一个单字节 就是一个16进制的单字节 就是一个指令代码 那么在CRK的上升年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采集我们说的这个主机输出的数据 在这个地方要理解一下啊 虽然说这个对象上产生的这个时序 貌似是DI 也就是数据的输入 但是它是对于W25Q系列的这个芯片来说的 如果说你什么东西与这个DIO相连接呢 那也就是说我的MCU的DO这个引脚 与这个DI引脚相连接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些数据 实际上是主机输出的这些数据 明白意思了吧 主机的输出就是W25Q系列芯片的输入 就是这么来理解它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CRK10中的上升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DIO上的引脚的数据呢 采集回来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演示一下 什么东西叫做上升年呢 上升年就是低电频到高电频的过程 对吧 由0到1的过程 那么如果说是下降年呢 那就是1到0的过程 那就是下降年 那么上升年 我们把它对应起来啊 把这个地方划一个虚线对应起来 把这个上升年也划一个虚线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虚线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虚线 这个地方同样是虚线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 这个是下降年啊 这个地方是虚线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地方的上升年 对应它的这个状态应该是0 对不对 因为这个地方是1 这个地方是0 所以说这是0 这也是0 这也是0 这是0 这是0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1了 对吧 那这个地方打下来 它也是1 这个地方打下来 它是0 那么你就把这个数抄下来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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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0 那么你来算一算 这个二进制数 它等于多少呢 应该等于16进制数的06 因为这个0110 它就是1248 那么把2加上4等于6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指令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命令 0x 06 看到这个地方写了吧 它满足一个 我们说的排列的规则 就是说高位在前面 低位呢 在后面 你看它高位在前面的意思 就是说 你本来这个高字节的这个0 拆分为四个0 它就在前面 对吧 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6呢 拆分为0110 它呢 在后面 就是这么一个时序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时序图 你也很好理解 哦 原来就是说 在一定的时间上 那么这些线 它们之间互相是一个 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在某一个时刻 那么它们之间会有 什么样的变化 这就叫做时序 那么这样的图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时序图 那么有些同学的 他就说 他说龙老师啊 我想把这个单个的一个线拿出来讲解 比如说你把CS拿出来讲 你能不能行 我看了反正十几年的单片机 我就是没懂时序图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你看电影的时候 我把字幕给你拿出来 把声音给你和图图片的画面给你错开 你看这个电影 你是什么感觉 你就是看了以后想崩溃的感觉 就是说这个人在说话 嘴形对不上字幕 字幕对不上声音 那你就是拿出来讲解的效果 那这怎么行呢 那这个电影还是电影吗 那就不是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时序图一定是把它叠在一起 在同一个时间上去看 大家每一个线路上的动作 和它的时机的一些特性 所以说这东西才叫时序时序 就像你看电影一样 那么字幕和声音不同步 声音和图像不同步 那你这个电影看起来就是煎熬 对不对啊 好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说 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实验 必须要搭建一个电路 这个电路怎么搭建呢 我们在小王子的开发板上 已经搭建好了 要用到哪些资源 我已经给你标出来了 你看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书上讲的 STM8208MB这个芯片 就是我们小王子用的主芯片 它这个地方呢 推出来了四个引脚 那么四个引脚呢 分别和这个W25Q16呢 进行个连接 你看NSS引脚连接到这里 那么我们把两个相同的这个东西呢 叫做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称为电器的标识 也可以叫做标号 也可以叫做网络 随便你怎么叫 反正名称一样 那么我们在逻辑上就认为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是连接在一起的 对吧 那么NSS是片选引脚 也就是我们说的CS引脚 如果说NSS为多少吧 我这里写N啊 NSS为1 那么也就说这个芯片呢 就忽略掉了 那么这个芯片呢 就不响应了 所以的引脚呢 就是高阻输入状态了 是吧 高阻状态就是输不进去信息 那如果说是个NSS引脚 干嘛呢 把它变成零 把它变成零以后 那么这个芯片就相当于说 唤醒了 激活了 或者是说它有效了 对吧 这时候它才能接收到你的信息 那么MISOMOSI 那么分别接好它的线 还有SCRK 就是它的时钟把它接好 那么这个芯片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些现象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的七八角啊 最好要接一个滤波的 去偶的电容 那么这个电容 不要把它离这个芯片 离得很远 一定在设计PCB的时候 要把这个电容呢 靠近来安排 那这样的话 有电源的杂波引入的时候 特别是高频的杂波的时候 那么它就顺着这个小电容啊 一般来说是103的 或104的 它就把它旁录到地去了 是吧 那么这时候杂波就不会影响到 我们芯片的工作 那么还应该把它并联一个什么呢 以稍微大一点的电容 比如说10MU 是为了平滑一些 我们说的这个电源里面的 脉动的直流系数 把它平滑下来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说 这四个引脚和我们说的这四个引脚 那么就构成了我们SPI必须要连的四根线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说的虫机 而这个地方的单片机呢 我们就称它为SPI实验的主机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串口 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就是说我们操作的过程 我们想要看到 我们想要看到这个操作 进行到哪一步了 怎么办呢 肉眼没办法观察 我们就用串口 把必要的信息给它打印出来 那这时候呢就方便我们观察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小王子的一个基本的电路 和书上的电路 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W25Q系列的指令形式 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25Q系列呢 比如说25Q16这一款 它一共支持15种指令 那么这15种指令呢 一般来讲 它的指令字节就是一个 只有一个 但是在指令的整个长度 各个过程中不是说每个指令都是由一个字节组成的 你看啊 比如说我们说简单的操作 你看这四个 比如说写实能 允许我对这个芯片进行写 那么它就直接发一个指令 就OK了 06 那就是0x06 翻译过来就是0000 0110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时序 如果说写禁止 那就是04 芯片擦除C7 和掉电就是B9 掉电了以后 也可以把它唤醒 那么擦除就是整个芯片 16 16兆个二进之位 也就是8兆个字节 那 那么全部把它擦掉 那么写禁止 这个芯片擦除的话 那么一次持续的时间呢 就比较长 它浪费的时间呢 就比较多 这种呢 就是最简单的单字节指令 你看 它后面没有跟随任何字节 因为它不需要反映出来 说还要汇报一个结果呀 或者是说要区分地址和数据呀 不需要 那么这种指令就非常简单 但是吧 我们说后面的指令就有点复杂 当然说这个复杂 也是建立在你开始初学的基础之上 你觉得它有点难 但是随着我们这一讲的结束 你会认为每一个都很简单 我们比如说看这个 读状态的寄存器叫05 读状态寄存器 是因为我们这个芯片里面 它本身来说 上节课我们讲过 有一个叫做控制状态寄存器 比如说你这个芯片忙不忙啊 现在有没有在操作呀 有没有在执行什么擦除啊 或写入的操作 那这时候我要把这个状态 获取 那就要读这个状态寄存器的值 对不对 那么状态寄存器的值 发一个命令到05到芯片 那么芯片应该要返回一个东西给我 就是说你这个状态寄存器的相关的参数 你应该要通过SPI的 你的这个从机的输出 引脚到我主机的输入引脚 这样的话 我才能把数据进行接收 我才能够明白你到底是什么状态 所以说这个S0到S7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状态寄存器的值 打了下滑线的 你看到没有 下面有一根线的 就是芯片到单片机的 如果说没有打下面这根黑线的 是单片机到芯片的 大家要记住这个道理 那么下面一个写状态寄存器也很简单 01是主机发的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主机发的 为什么现在下面没有线呢 因为我是要写状态寄存器在里面去 所以说我相当要把这个值 附给这个芯片 是吧 所以说下面就没有黑线了 那么读数据呢 就是说我首先要有一个读指令 然后呢我要给定你的地址 比如说A23到A0 一共是24位的一个地址 是吧 然后给了地址以后 那么我现在呢就要把数据呢读出来 好比说是请你把一单元101房间的那个口袋给我 那么我首先要给你说101单元 那么那个地方就是个地址 那么我要读我要拿他的口袋 我要拿他的水桶 我要拿他的洗脸盘 那么这些东西就是我要取出来的东西 对吧 那就一个一个的进行读 那么我要读的东西谁给我呢 就是这个芯片里面的东西给我 是吧 所以说后面的东西呢 都加了这个下滑线 看到没有 下面这根黑线 就是芯片给主机 那么还有快速读 还有快速读的双输出 这些呢 我们到时候去了解一下就行了 是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是先看了九种指令 但是在这个指令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一些三种不同的指令的一个类型 你比如说第一种类型 就是说我们给的时候呢 有一个指令字节 有一个指令的字节 比如说零六 这个是我们学过的 但是除了这个零六以后呢 还有S7到S0 或者是A23到A16 还有什么D7到D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 还有四种啊 应该说还有四种就是尾字节 那么S7到S0 大家记一下笔记啊 S7到S0 它指的是状态 是吧 这个状态字节呢 那么大家呢 要记到本上啊 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我们把它写一写 S它代表state 是吧 那么就是说我们状态的一个读出 那么S0到S7 你就把状态字节呢 写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如果说A起头的呢 它代表地址 是吧 我要写入的地址 或者是我要从哪个地址开始读 那么这个叫做地址 那么是A起头的 那么还有D起头的呢 叫数据啊 数据 还有这种东西呢 叫做尾字节 尾字节也是一种字节 那么它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 大家想一想啊 尾字节的意思就是说 它写进去可一可零 你随便怎么写 它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它既不是数据 又不是指令 又不是地址 那为什么要写一个这么样的东西进去呢 它为了保证主机能够输出时钟 为了保证主机可以持续的输出时钟 为什么要失踪 我们原来讲过 SPI就是击鼓传花 如果说你要想玩这个游戏 必须要击鼓 也就是说你要鼓声不断 这个游戏才有得玩 如果说你鼓声停了 那么大家就停下来了 不知道怎么传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你要跳个广场舞 你必须要有伴奏 你要有音乐 你没有音乐了 那就不知道了 那叫群魔乱舞了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解释的 一定要有时钟 而时钟怎么来保持呢 那么如果说主机把该发的东西发完了 又要让这个通信的过程中要有时钟 那我就随便乱发一个字节 与通信无关的字节 那么这个字节就叫伪字节 也就是说 它没有什么本身的作用 而是它辅助的作用 就是让这个主机产生一个连续的时钟 保证这个通信的进行 就是这个作用 它就相当于说是一个伴奏 伴奏 好了 接下来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学了九种 九种呢 就是状态的字节 地址的字节 数据的字节和伪字节 虽然说伪字节没有本身的含义 但是它为了产生我们必要的通信时钟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剩下的六种 那么剩下的六种呢 是第一个页编程 我们说啊 这十五种指令里面 稍微难一点点的 就是这个页编程 页编程稍微难一点点 因为我们要涉及到页地址的对齐 或者是数据的一些处理 那我们来看看 发送这个指令02 然后发送24位的地址 然后呢 再发送一个数据 然后呢 再发送一个数据 就是一个一个数据的进行发送 那么这时候呢 就发送完了以后呢 直到256个字节 那么一个一个的进行一个写入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块擦除 第八 那如果说是写入的话 这个地方实际上不应该有这个下滑线啊 如果说你是要写入 那么应该不要这个下滑线 就是主机一定在一直在改啊 再把这个下滑线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这个块擦除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选定一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开始的这个整块 我们原来讲过块的大小 对不对 块大小 比如说64k的块 它就持续把这个这个地址开始的64k之节 全部给你擦掉 那么如果说是扇区擦除呢 它就是给了这个地址以后呢 就把这个地址所在的那个4k的那个那个 那个扇区啊 把它擦掉 啊 就这个意思 如果说我们执行芯片的整体擦除 它就是不管块和扇区或者是页的概念了 就是把你整个的这个 比如说25Q16啊 比如说Q16 它就把你这个16兆的这个二进置位 全部给它擦掉 它的时间就要慢一些啊 还有一个呢 叫做释放掉电器件ID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掉电完了以后 可以把它释放掉电 并且返回来一个器件的ID值 那你就发送一个指令叫AB 那么持续三个尾字节 让芯片的进行一个准备 然后芯片准备完了 那么时钟也保持完了 那么按照这个时序 芯片就会返回给你八个位 八个位就是它的一个ID号 并且在尾字节的这个过程中 它也执行了释放掉电的一个过程 是吧 那么还有制造的ID号 就是这个90 然后也是两个尾字节 然后固定读出来有八个零 然后呢 读出来一个我们说的制造标号 然后有一个ID标号 那么还有一个JDECID 那么这个就是半导体的固态协会 这个JDEC啊 大家感兴趣可以把它记一下 因为我们说25Q16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态的存储颗粒 所以说呢 它一定在制造这一类芯片的时候呢 必须要通过一个叫做固态协会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那么在固态协会标准相关规范里面 就有生产商的一个名称和生产商的一个存储类型和存储容量的问题 是吧 那么这个两个呢 一般来说是把它拼合起来的 而这个生产商 比如说华邦 那么它就固定的某一个东西 比如说它叫EF 它就有固定的一个号数 比如说你是这个生产厂家 那你这个就是EF起头 如果说你是另外一个生产厂家 那就不一定是这个数据 就是这样 那我们讲解一下啊 刚刚有些同学说 老师你讲解的太快了 我有一些东西呢 我有疑问 我来提出一下疑问 比如说老师 我记得好像这个单片 这个芯片 你只给我讲了有多大 你给我讲了E 或者是块 或者是散区有多大 但是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你这个什么 A23到A 什么什么A0呢 我这个东西24位弟子 我没见过呀 提的好 我马上就要讲这个问题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哎老师 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指令这么多 你又是什么02D820AB 我哪里能记得住这么多呀 我在编程的时候 我难道 我怎么知道你这个东西要用哪一个指令啊 好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问题 你记下来 马上我就要讲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尾字节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他就说你这个发送一个尾字节 我发什么都可以 那我要是发的这个尾字节 和上面的这个字节一样 那他会乱判吗 问的好 马上我也要讲 你把我的这些问题就是你的问题 有可能你没想到 但是你把它记下来 我马上就要说明这些问题 我再说一个啊 说老师 这个东西啊 除了这后面三个之外 其他的我都能明白 因为这个A呢 就是地址 这个D呢 就是数据 那我能清楚 但是你这个M什么什么 又是ID什么什么 我这个东西真搞不清楚 因为你说这个生产商是EF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是EF呢 那你这个地方是什么存储类型 那你读回来是个什么东西呢 呃 我不太清楚 那么你说的很好 你把这三个给我记下来 我马上要讲 那你把这个问题接着记下来 还有一些人问啊 这样的问题 说老师 你看啊 我这个页编程 你说页编程是难点 但是我有疑问啊 你这个地方页编程 如果说我要想写入页嘛 就是256个字节 对吧 那我想写入的不足256个 我想写一个 那咋整 我想写255个 那怎么办 我想写355个 那又怎么办 那你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指令就用不了了 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 也能用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来处理呢 好 我相信大家 说到这个地方 肯定有我说的这些疑问 因为你看了这个指令以后啊 虽然说指令本身 你能够了解 但是这些指令 可能很容易导致你的一些疑问 对不对 好 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 一个一个来逐一攻破 我们先解决大家的第一个疑问 就是说这三个很特殊 那你这些东西啊 我不太理解 还有这个韦字节啊 我可能还有点搞不明白 是吧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吧 好 最后三个指令取回来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是一种器件标识内容 它是被固化的啊 它是被固化的 这个固化工作是谁来做呢 由生产商来做 滑邦 滑邦生产商固定把这些数据已经固化在这个芯片里面去了 你就负责读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指令 释放掉电器件ID 你只要用的是滑邦的这个芯片 比如说25Q16 读出来默认就是014 默认就是14 它不会变 你掐你读出来不是14的话 那就说明你这个芯片 它不是滑邦的这个W25Q16的这一款 当然说你要看滑邦具体生产的这个数据手册啊 它有一些数据手册 它这个伪罪啊不一样 我们原来讲过W25Q16它后面有伪罪 伪罪不一样的话 它有一些这个值呢不相同 还有它的结构和命令呢它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去查它的数据手册 但是我们也发现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它这个W25Q16它不是滑邦生产的 但是它把它这个芯片的表面的自磨掉了 然后打了一个W25Q16 打了一个滑邦的这个假芯片上去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用的是翻新芯片 那么明明它是08 但是它给它打了一个16 那有些同学说 哎哟这黑心厂家都这么搞啊 有的呀 你不知道你还年轻还是小宝宝 是不是 确实有这样的同学 不是这样的同学 有这样的厂商 你比如说吧 我用W25Q008或者是Q80 那么我把它这个80本来是8兆 对不对 8兆个二进之位 但是我给它标了一个16 我就可以卖16的价格 但是有一些厂商 它甚至就说自己拿回来 它自己去激光打印 就是打成16 它也有是吧 但是它实际内容没有那么大 也有这种我见过啊 所以说那大家就是说无奇不有 但是我们说当芯片的制造 或者是技术更加先进的时候 芯片的制造价格 成本更低的时候 估计就没有人去搞这些东西了 如果说芯片很抢手 又价格又还很高 那肯定这种行业是肯定存在的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读回来固定就是14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叫制造和器件ID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读回来的这个尾字节呢 是不确定的啊 就是我们是尾字节一般不是读回来的是发送的 主机发送的尾字节 那么我们统一可以把它尾字节 发送一个FF 也就是说是由八个E来组成的 那也就是一串E嘛 对不对 但是为了不是说为了产生这个E的连续 而是为了让时钟产生节拍 尾字节就是为了产生时钟 它本身倒没有什么含义 是吧 没有什么作用 它的作用就是维系这个时钟的产生 那么制造器件ID呢 取回来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EF 然后是代表生产商 这个EF就代表华邦 EF就代表华邦 那么还有取回来的值呢 固定为14 那如果说是固态协会的这个ID号的这个取值呢 它就是前面取回来是EF 后面的这个值呢 取回来呢 是40 那么还有你看啊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两个值 这个值存储类型和存储容量 加上生产商 生产商是EF 后面是40多少 4015 对吧 这个存储类型就是40 这个存储容量就是15 就是这个意思啊 4015 那取回来这一串 应该就是EF4015 取回来就是这个16进制数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实验 用串口把这个固态协会的ID号取回来 那么这个25Q16的ID号呢 就是这个15679509 那么就是这个数字 有同学又要问了 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明明就是两个根本就压根不一样 你还说的这么非常的这个这个坦然啊 这个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是一样的呢 因为这个1567它是实进制 那么你这个EF4015呢 它是16进制 你把这个16进制数把它变成实进制 它就等于这么多 如果说你不等于这么多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有可能你的芯片根本就不是这个W25Q16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有可能你是用的不同的芯片 比如说不是华邦生产的 但是它也可能支持此类相似的指令 取回来的数据会不一样 那么第三个呢 就有可能你把这个W25Q系列SPI的线路啊 你给它拔断了一根 或者是说你跳线帽没有扎拳 它读回来的值也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说的最诡异的就是第三个 就是你的SPI的跳线帽 除了时钟线 如果说时钟线你把它拔掉了 有可能通讯不成功 但是如果说时钟线把插在上面 但是这个DI或者是DO这个线路有问题 那你读回来的好像就是有问题的啊 它读回来就不是这么一个数字 你可以试一试是吧 按理说读回来都应该是这一个数字 特别是小王子开发板上的话啊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说指令很多 我也记不住 我也不知道在编程的时候怎么用 你就干脆把它变成红定义的一个语句 来进行那个存储 你看 比如说我要读这个 我要写指能写死能 那我就干脆给它变成06 如果说是写禁止 我干脆就把它变成04 那这样的话 我就以一个字母啊 字符串啊 我来表达它 它是什么个意思 那么这些字符串呢 你要记住 如果说是我自定义的 比如说你也可以用拼音来自定义 比如说 吸一额 咸 事实 能 能 那也可以 对吧 那你不嫌长的话也行 但是这种命名的规则 一般来说不要太长 就是短一点点为好 当然说你长了以后 你看着也麻烦 你还得要拼半天 所以说你可以把它变成红定义的方法 那么红定义的前面呢 是15种 就是我们说对应的指令 最后一种呢 是我定义的尾字节 这个尾字节是我们自己可以定义的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成一个时钟 它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说这个地方为了不干扰到其他的一些通信 或者是说为了让和其他的区别开来 我就定义了一个0xff 大家就把它记住就行了 当然说你也可以把它自定义成0 你比如说我就想让它变成0x2b 也可以啊 是不是啊 那你指令里面有没有叫2b的 没有 那么就可以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学习第一个指令 它叫做写死能的指令 它是0x06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cs要为低电频 这一条满足 然后呢主机就是单片机发送一个数据到重机的接收 然后这个时候呢对应它的上升颜 这是0上升颜 这是0上升颜 0上升颜 0这也是上升颜 0好 这个上升颜是1 这个上升颜是1 这个上升颜是0 好 那就是00000110 那么就刚好是0x06 明白意思了吧 就是这么来看 就是这么来看 那么这时候呢 主机在发送时序到这个时候呢 到这个重机的时候呢 就是25Q16的输出呢 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标了一个高阻态 但如果说你是要读 你这个只是一个写的过程 如果要读 它这个一线就不是高阻态了 它这个线上就有东西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说写死能 要我们把它写成这个程序的函数指令 怎么办呢 那你就这么写一个 就是说SPI flash 这个写死能 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这种英语的缩写 那么你能看得懂的就行 然后首先先把这个CS线把它变低 然后呢 SPI send byte 就是发送一个以SPI的这个线路 发送一个字节 那么发送哪个字节呢 WREN翻上去看一下 WREN实际上就是0X06 所以说这个地方实际发送的就是0X06 把它发送过去 然后呢 再把这个线路变高 就完成了写死能的过程 那你说难不难呢 有些同学说 哎呀 看你这个时序图 我觉得很难 但是看你这个程序吧 又简单的不像话 就感觉好像这个时序那么复杂一个时序 怎么到了你这个地方好像三个语句就写完了呢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我解释一下这些时序的细节啊 这个地方的CS为什么不直直的画下来 非要画成斜线呢 这是为了严谨起见 因为你把它变成下降严的时候 它怎么样都有一个时间 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斜线 来表达它是有一个时间的 而不是理想的就直接就下来了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有个虚线 然后写的什么1和0呢 它意思就说告诉你 在这根线路上面的 这根线路平齐的这些个地方 那么就代表高电频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的这些线路就代表低电频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说这是高台阶 这是低台阶 意思就是说CRK这个时钟 它有可能一会为高一会为低 所以说它是高低高低组成的一个节拍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也要看懂 那这个地方打一些小叉叉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小叉叉就是说数据任意变化 或者是无关紧要 无关紧要或者是任意变化 它就会打一些小叉叉 告诉你你关心的重点不在这里 也不在这里 你要关心中间的这个地方 就这个意思 那么DO它直接写了一个低电频 是吧 那如果说高电频 它应该在这一块 那么它写了一个低电频 它又不想让你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低电频 所以说它在这个线上再写了三个字 叫做高阻态 那你看这个时序也解释的很清楚 对不对 没有什么难的 我一直觉得时序是最简单的 那么如果说时序学得不好的 或者是看时序打脑袋的 一定是这个东西没学好 数电 是吧 你还记不记得数电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专门有一些课 它让你从时序图 波形图里边 倒推出真子表和逻辑表达式 所以说这个时序图 应该说是我们一个做电子的 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心内科的医生说看不懂心电图 哎呦你这个东西心电图是啥东西啊 呦你这个东西心脏还在跳呢 一看这肯定是杀猪的转行做医生 是不是啊 那你说心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看不懂心电图 这是不是扯呀 那你一个学电子的你看不懂时序图 这个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是不是啊 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把它讲解一下 给大家说一下 你遇到时序图一定要想起龙老师说的这句话 时序图就是在一定的时间上 看这些对象在某一个时刻的变化 就像你看电影一样 字幕声音和画面一定要同步才可以 才有意思 你不能说我先把字幕看一遍 我再听声音 我听完声音把静音了 我再看图像 没有这样的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延展说一说 这个函数叫做spi send byte 这个send byte呢 是我们说发送一个字节 但是我想看一看这个函数呢 它是怎么来实现的 因为我们说这个wren呢 它是0x06 相当于说我把这个实际参数 传到这个里面去 由这个函数呢 把这个时餐进行接收 再传到这个函数的行餐里面去 好 我说一下行餐和时餐的区别 这个地方我实实在在的 放了一个东西进去 那么这个参数就叫实参 实际的参数 但是这个这个函数在定义的时候呢 有一个u8byte 看到啊 这个函数你说它等于多少呢 我不知道它等于多少 这种就是形式上的一个参数 比如说 我说主席台上有一把椅子 是留给国家领导人的 那我想请问 这把椅子上坐的是谁呢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还没有人坐在这个椅子上 我只能知道这里有一把椅子 这个椅子它是用来做人的 做谁呢 做国家领导人 就是这个byte 我留了一把椅子 这个椅子是谁来坐 我不知道 但是这里有一把椅子 后来我看到了 习书记坐上去了 好了 那么这个习书记就是送到这把椅子上坐上的这个食餐 实际上坐在这把椅子上的这个人 明不明白这个意思了 这个就是函数的调用 有些人说 我学C圆学不懂 实际上很简单 如果说你逼着你先去学汇编 你再学C圆 你觉得C圆简直是简单的不得了 那如果说学完C圆的人 你再去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让他学汇编 他就觉得难得很 就像栽荒年过来的人 觉得米饭很好吃 那你如果说现在现在生在新生活新时代的人 你让他啃树皮 你让他试一下 他肯定不愿意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参数的传递 那这个地方送进去的呢 是实际的参数 而这个地方呢 是形式上的参数 形式上的参数是摆位置用的 不知道是多少 而实际上送进去的呢 就把这个0x06实际的参数 传给了这个byte 这时候这个byte 就等于0x06了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等待缓冲区为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看发完mail 对不对 你没有发完的话 我要等待上一次的数据发完 那么发完了 就把这个byte呢 给了这个dr 就是发送出去 然后我在等待 有没有接收到的东西 没有接收到的东西呢 我就不用retare了 对不对 没有东西我就不retare 其实它是带有一个返回值的 那但是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没有用它的返回值 就这个意思 我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讲一下这个数据传递的方向性问题 我把黑板擦一下 我前面的讲解 我会细一些 后面的讲解 我稍微就快一些 这个地方 我们把spidr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是这个快递员的收件员 我把这个byte呢 叫做你 你把手上的东西给了收件员 请问这是发的过程 还是收的过程呢 这个byte是你 这个人呢 是收件员 你把东西给快递员 是发还是收 是发快递的过程 那这就是发送数据 如果说换过来啊 换过来 如果说你等于spidr 请问收件员把某个东西给了你是收还是发呀 是收啊 这就是方向性问题 那么return这个spidr 就是把spidr 把这个收件员手里面的东西返回给你 给你收取快件 那就是收件的过程 接收的过程 只不过说呢 这种带有返回值的这个函数 我可以用它的返回值 我可以不用它的返回值 比如说这个语句 我就没有关心它的返回值 但是后面的讲解中 我们有的时候 需要在这个里面读东西的时候 它这个重击啊 就是这个w25q芯片呢 它要给我东西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把它的返回值呢 要进行个接收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写禁止命令 同样这个地方就是04 那么这个地方写进去的呢 你就要把它换成04 因为我这个地方 我还是用的06 但是你这个地方换成04就行了 如果说你不知道啊 你可以看一下你前面的红定义 你红定义04写的什么呀 WDIS对吧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应该把这个写成WDIS就可以了 就不要这个WREN 而且把这个函数名呢 自己给它改一改啊 改一改就行了 好了 这就是很简单 写禁止 写禁止就不能再写入东西了 是吧 就是这个功能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读状态 这个状态寄存器 它在这个R5Q16里面呢 它是一个八位寄存器 我们来看一下 它读时序的一个过程 首先先发指令05 这是一个指令代码 告诉你 我想读你里面的一个状态 那这时候呢 状态寄存器呢 它就输出了 但是为什么输出好多次呢 你注意看啊 输出的状态 有可能是正在忙的状态 或者是说 我现在 我 你如果说你不停 他一直在读这个状态 他一直在循环的读这个状态 当时我读一遍 我已经接收到了八位 我就可以不再读了 不再读了 当时你想一直读 那也可以啊 他一直在发 但是你不想读的话 你就读一次就行了 明白意思吧 就是05发了以后 他这个内部呢 他就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任意了 我们就要看这根线了 这个D欧 他就是高阻态 原来发指令的时候是高阻态 发完了 他正确响应就有数据了 这个D欧 连接到我单片机的DI上 明白意思没有 就是说这个主机是DI来接收D欧的东西 这个D欧 它的对象是指的25Q16来说的啊 那么这个25Q16把这个东西给我 那么怎么来收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执行 首先先定义一个这个Flash的状态 那这个就是一个变量 用来存储我们等一下接收到的东西 然后这时候呢 CS等于0就是产生一个下降延 然后现在呢 sendbyte把我们这个指令呢 发出去 这时候就是0x05 对吧 这个指令发出去 do wire do wir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先做 然后再后半段 那就是直到形的一个循环 直到形循环 先做这个事 然后先再读 读东西呢 就是SPI这个sendbyte这个函数 刚刚我们才讲过 我们说这个东西 它是有返回值的 只不过说你要不要这个返回值 在我们这个函数里边就要它的返回值 你看这句话啊 发送一个什么东西呢 为指令 0xFF 那你说我这个地方没有为指令呢 但是要注意哦 这个地方 这个xxxx就是无关紧要 但是呢 你看这个地方是有时钟的哟 虽然说 它这个地方xxxx无关紧要 你不用去看它的东西 但这个时钟一直没有断过 所以说我发送这个为指令的目的 是要主机一直产生一个时钟节拍 那就这个意思 我一直有一个人在击鼓这个游戏才能够玩下去 对吧 那这时候呢 我就从这个线路上把这个数据呢 取回来 存到这个里面去 然后呢 再语 语起来 看一看它的这个忙碌状态 是否忙吗 对不对 是不是忙 那么这个状态判定是忙还是不忙 就这个意思 判断它的 为什么判断它的这个0x01位呢 你看啊 比如说我取回来的这个状态 是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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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比如说全是0 那么暗卫语上一个0000001 语起来的结果就是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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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时候这个里面就是0 0等于等于1吗 不等于那这时候wire就跳出去了 那也就是说芯片不忙 如果说芯片忙的时候呢 这一位就会变成1 那1就是1等于1吗 是等于的 那wire就是一个真实的 那么wire1就停在这个地方了 明白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 要获取到状态寄存器不忙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为什么是这一位为1呢 因为状态寄存器的最低位就是bz位 busy 就是这个最低位 大家如果说遗忘了的话 翻一翻上节课我的讲解 就是busy等于1 与上0x01 这个地方的1 就是为了判断这一位是否为1而设定的 好 然后最后你别忘了把这个cs呢 把它还原到高电瓶 是吧 就把它拉上来就行了 这个呢 也很简单 先发指令 然后我发一个为指令 保持这个时钟的一个输出 然后我听他这个从机的回复 就是这样啊 比如说老师说 这个问题是怎么来做呢 小明同学你来回答 好 小明就站起来了 剩下的时间就是小明来说了 老师来听了 就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四个指令 叫做写状态寄存器 那么首先发送一个01 就是指令 对吧 写状态就是和读状态是不一样的 写状态就是说 我想对状态寄存器里面的八位数值 就是这个s7到s0 我想给它负值 比如说我想让它等于0x66 那么这时候我就把这个地方给它负值为0x66就行了 那就是0110 0110 就写进去就行了 就这个意思 对吧 好 每一次呢 它也是在上升盐的时候采样 你看每一个这个引脚的上升盐对下来 它刚好就在这个这个这个东西的稳定期间 看到没有 你把这个东西切下来啊 每一个它都在这个稳定时间 就是只关心它的上升盐 而不关心它的下降盐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个 读数据指令0x03 那有些同学可能要问哈 龙老师你为什么这个指令的时候你就不写程序呢 因为这个程序太简单了啊 而且这种这种指令呢一般来说我们用不上 所以说呢你写当然说你也可以模仿写一个 比如说先写一个然后再用spi再写一个再发一个就行了吗 你发了这个你再发一个这个就行了吗 对不对发两遍吗 就是这么简单啊 所以说呢这种程序呢 我们如果说遇到我们后面的程序要用的 我会详细给你讲 像这种单字节的程序 你自己写也可以写得出来啊 好了学习第五个 读数据指令 读数据指令呢比较简单 基本上来说读指令都比写指令要简单 大家猜一猜为什么呢 因为读指令我可以多读 我说句实话 我可以把整个芯片全部都读回来 只要你有地方存 比如说我单片机足够大 内存足够大 我可以把这个整个芯片我全部给你读出来 至于说我要哪一个是我后面的数据选择 但是我读的话一般来说压力不大 我可以读很多很多东西进来 是吧是这个道理吧 那么写呢就要考虑问题了 比如说你写空间不够了怎么办 你写的东西地址不对齐又怎么办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读指令 读指令来说 首先呢 它是要先发一个指令字节 指令字节就是03 那么这是定死了的 规定好了的 你不能变的 是由华邦规定的固定的 那么再发一个24位的地址 也就是说 对于W25Q16芯片来讲 它里面有24位地址 那么这24位地址呢 你就指定一个地址 比如说我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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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H这个地址开始 我要进行读 那么首先读一个字节 我要读多少个字节 比如说我从这个地方开始读五个字节 那就要输出数据一数据二 一直到数据五 就是这样 那么指针呢 就一个一个会自加 就是说你只要你继续读 那么它就会 比如说你循环的 你把地址 比如说这个地址 你给它加一 然后再定位下一个地址 再读一个数据 再定位下一个地址 再读一个数据 就是这样 是吧 比如说我这个空格 那么这个空格呢 比如说这个空格是01这个地址 02这个地址 03这个地址 04这个地址 里面装的是1357这四个数 那首先我先定义一个指针 指向这个01 先把1取出来了 然后这个指针呢 P呢进行加加 它就跳到这里来了 指针是吧 那我再取出来就是3 那么指针P呢 再加加 就跳到这里来了 取出来就是5再加加 跳到这里来了 就是7 那么就是这样 指针指针 实际上就是你的一个什么呀 就是说我要到哪个地方 去取哪个地方的数 它实际上就形成了我们说的 这个一个映射关系 或者是指向关系 就是这样啊 好了 我们把这个读数据指令呢 也看完了 也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看 那有些同学说 说这个地方啊 说你这个地方说24位地址啊 其实我没有见过24位地址 你上节课好像也没讲 实际上我上节课已经讲了 只不过说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细心的朋友呢 看到过 24位地址我们确实已经学过了 你不信你可以看一看 这张表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那个表 那有些同学说了 你记住啊 龙老师 你说的是24 你看别人是31 别人是从0开始到31 我问你0到31 那不就是32吗 那能和你这个24一样吗 你简直就是在乱说嘛 其实不是乱说 你这个地方 我说的是地址 是地址 不是块 你不要把块的这个地方 给我认为是地址 那你说那地址 那你也不是24啊 你看你哪个地方写的24啊 其实是这个意思 你数一下这个地方 有多少个16进制位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是不是六个 你说还有h呢 h不是啊 h是代表的单位 就是告诉你前面这个数 是16进制数的意思 它一共有六个 好了 六个16进制的一个单个位 一个16进制位 可以分解为四个二进制位 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一个f16进制的 我要分解成二进制的位 就是1111 是吧 四个二进制的位 那我问你六个16进制的位 一个对四个 那你六成四等于多少啊 那可不就是24吗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 我已经给你讲过了 这个表里面 它就是隐含了有24位地址 但是有些同学呢 他不会去思考 他就等着老师来讲 但是他不会去一个一个数一遍 哦 这就是24位嘛 对不对 早就见过了嘛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的读的指令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要读数据 肯定是要涉及到读和写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但是这个读指令 我们要怎么写呢 最终最终 还是要转换成一个函数 那我们来看看啊 首先这个函数呢 我们定义一个名称 叫做读 是吧 就是buffer read read就是读操作 那么我们有三个形式上的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呢 打了一个心 有一些人一见心呢 就犯难 就说这个心就是指针 指针我就不懂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你读了这个地方 你要存到哪里去 我打个比方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要上超市 你要买鸡蛋 你应该要带一个什么东西呢 你要带一个菜篮子 或者是你要带一个包 为什么带包呢 那莫非你买鸡蛋 你就当场就把它砸开喝了吗 还是说塞到哪里去啊 就填到嘴巴里啊 所以说你要拿一个包 所以说这个包呢 就是一个容器 它用来装你读回来的这些东西 你上超市买鸡蛋 你就要把鸡蛋放在你的包里 再用包提回来 是这个道理吧 那这个buffer 这个pbuffer 它就是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指向一个空白的 能够存东西的一个区域 明白意思吗 这个指针就带领你到一个空白的 有容纳能力的一个地方 去把我读回来的这些东西挨个存到这里去 所以说这个就是指针 明白意思吗 指针一般指向一个我们定义的数主 这个数主 它就是说是一个空白的 里面没有存东西 但是我可以是静态的 我也可以是动态的 临时去开辟 静态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家买了一个停车位 我不管我有没有车 反正这个停车位是我买的 我花了钱的 那这个车位就是我的 你不能停到我的地盘上来 这就叫静态 什么叫动态呢 动态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这个小区里边有50个停车位 大家呢反正就是说也不用谁分谁的了 反正有空你需要 你就去停 你用完了 你就开走车 那你就把这个地盘给我们让出来 就这个意思 什么叫做动态 什么叫做静态 我解释清楚了啊 静态就是你们家的停车位 专属的 用不用它就在那里 如果说是动态 就是大家合用的 你不用你就腾出来 大家有人在用 是吧 这就是静态和动态 其实很简单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说的读的一个地址 我从哪里开始读 比如说我要买鸡蛋 我要从哪里开始买呢 我要去超市的生鲜区 对不对 那么从这个地址开始 那么有卖鸡蛋的了 有卖这个这个咸菜的了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地址 我要指定 那么读多少 那么也是要有一个变量指定 是吧 好比说 我带了一个空的菜篮子 去超市里面的第二楼去买鸡蛋 我要买十个鸡蛋 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所以有些同学说 老师你怎么把这么一个东西解释的 这么这么土不拉鸡的感觉 实际上大家就是这么理解 最好最方便 那么接下来这个指针呢 就带领你把读到的东西 存到一个空的地方 是吧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把CS置零 那这时候允许这个指令可以进来 然后把read的这个指令给发送出去 意思就是说我要读指令了 接下来这三句话 就是要发送24位的什么呀 24位的地址 为什么要分三句话才能发24位的地址呢 因为SPI 他一次只能发送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只能有八个位 那你算一算 24个位除以8等于多少啊 3824 所以说要发三句话 如果说我发的这个字节是32位 请问大家我要写几句话呀 要写四句话 因为4832 明白意思没有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先移走16位 什么意思呢 我只把我把低位的全部移走 我打个比方啊 大家非常可怕 但是大家要理解啊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只手臂 我这个地方是手肘 这个是小手啊 这个地方是手 我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脚肉肌 我先把这个手啊 伸到脚肉肌里面 我说先伸进去10厘米 你的手就不见了 再伸进去20厘米 你的小手臂也不见了 再伸进去40厘米 你的这个大手臂也不见了 当伸进去的厘米数是20加40加10的时候 那你整条手臂都被绞成肉馅了 有些人说 有好血腥 我举的这个例子 就是为了让你理解 一味运算 好比说就是你把手伸到绞肉肌里面去绞掉了 明白是吗 就是说 如果说我要这个数据的 这个数据的 这个部分 我只要这个部分 我就把这里通通绞掉 我只要这里 是吧 这就是移掉16位 把这16位移走了 我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那么我想把这个数据呢 移掉再移掉8位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 我只想要中间的这个地方 中间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 你把它移掉了的话 就没有了 你因为你雨掉了 你看到没有 雨掉了以后呢 你就是说 相当于说你前面的 我就给你弄没了 是吧 弄没了 我只要中间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哪个部分 然后如果说 我只要后面的部分呢 我又怎么怎么移 就是这个意思 你比如说 我只要后面的这个部分 就是雨上一个FF 雨上一个FF 就是FF翻译过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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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对于我这个大数来说 我只要了这一块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如果说你是要左移呢 或者我们这个是右移 是吧 我们如果说是左移呢 左移就冲零了 好比说是 比如说生孩这个过程 哎脑袋出来了 然后手出来了 然后脚出来了 就是这样 左移右移 就像生孩子和脚肉鸡一样 但是我们这个解释 确实有点另类 但是说法其实就是这样 你不信的话 你用草稿本来算一算 你要考虑他这个地方 单纯的一位是取不出来了 还要根据这个运算才可以 好了 我们讲到哪了 这三句话 就是把24位的弟子送走 对吧 我要到超市的第二楼去买10个鸡蛋 这个就是第二楼到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买鸡蛋了 对吧 那么买鸡蛋怎么买呢 首先我拿起来一个鸡蛋 拿起来一个鸡蛋呢 首先要发送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呢 哎 尾字节 保证时钟还在继续 那这时候我取到了一个鸡蛋 取到了一个鸡蛋呢 我就把它装到哪里去呢 装到我空的手袋子里边去了 装到我的购物栏里面去了 这个指针就会把这个东西送走 送走就是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存储 那么这个鸡蛋就不会再放在超市里面的盒子里了 而是放在我随手袋的口袋里了 明白意思吗 取了一个鸡蛋 那这时候呢 我一看这个鸡蛋取了 我再一伸手又去抓了一个鸡蛋 什么意思啊 就说这个PBuffer++ PBuffer++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地质呢 向后挪动一位 挪动一位了以后 便于新的鸡蛋再把它放进来 明白意思吗 哎 好 那这时候呢 我要拿十个鸡蛋 所以说这个十呢 去剪剪 一直剪剪 再拿一个鸡蛋吧 还不够 还再拿一个鸡蛋吧 就是把这个鸡蛋都装在我这个PBuffer指向的那个存储区间 是吧 第一个鸡蛋拿进来就在这里 第二个鸡蛋 这里 第三个鸡蛋 这里 第四个鸡蛋 这里 是吧 就挨着挨着一个一个读出来 然后在CS等于1 把它拉高 就OK了 这就是读的过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快速读数据指令 快速读和一般的普通读 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普通的读 快速的读跟普通的读 其实差不了多少 只不过说区别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把这里记住啊 首先他发了一个指令 再发了一个地址 然后后面跟的是数据 最重要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一个尾字节的产生 你看前面就没有 你看这是读数据啊 直接是发指令 然后地址 他就直接就是数据了 根本在这块没有那个尾字节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快速读里面呢 是有这个尾字节产生的失踪的 明白意思没有 这个尾字节产生的失踪 它的目的是为了统一一下 就是进一步减少我们说的这个芯片 主芯片和重芯片的时间的差 当然有些同学说 那你这个地方那不是尾字节啊 那不是尾字节啊 这个尾字节是发送这个东西的之后 是用来取回这个主时钟的 所以说不是严格意义上 还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尾字节 他这个尾字节和那个尾字节 还有一定的区别啊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快速读和快速读双输出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 双输出我们要做重了解一下 你看首先发送一个指令3B 然后发送一个24位的地址 指定我要从哪里读 对吧 那这时候呢 有一个尾字节产生的失踪 那保持这个失踪 线上不做任何东西 但是我们刚刚那个普通读 发送尾字节的时候 线上是有东西的 它会传过去 但是快速读的时候 它发送一个字节 但是你不能从这个线上 取回来任何东西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 你要单独写一个发送尾字节的 而不能像这种写一个等号 因为它不支持 你就说尾字节的过程中 这时候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在上面 它也没有输出的数据 这时候才是它输出的数据一 明白吧 就这个意思啊 大家其实用不到这个啊 快速读 它的频率可以上百兆 有的啊 这个华邦生产的 有些芯片可以上百兆 那你就可以继续快速的进行读 那怎么来达到快速呢 实际上就是这样 我给大家理解一下啊 如果说你们家里面的淘菜盆 洗菜盆有两个水龙头 第一个水龙头和第二个水龙头 我下面摆了一个大盆子 我想问一下大家 我开一个水龙头 把盆子灌满的时间为T1 我开两个水龙头 两个同时打开 把这个盆子放满的时间为T2 大家说哪个时间短一点 那肯定就是T2嘛 为什么T2要短一点呢 因为水流比较大 那这时候盆子的时间就比较短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说这时候就比较快 所以说两个水龙头打开是最好 那这时候就是这个道理 双输出的意思就是说 本来应该由DIO输出 但是这时候高阻态应该是DO 但是呢内部有一个开关 他把DO也变成了DIO 哎呀喝口水啊 渴得不行 哎呀不行 现在这个讲着讲着课啊 我们也休息一下吧 你看到这个地方 你也休息一会儿啊 我要轻轻嗓子 就是一直讲啊 就是对着这个屏幕一直讲 就受不了啊 我再喝一口水啊 不行 好我们开始讲啊 这个地方呢 T1呢大于T2 应该说讲了这么多节课 我都没有喝水 但是这节课不行了啊 一定要喝口水 那么这个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T2就要快一些 那这时候呢 实际上单输出的时候 只有DIO一根线输出数据 如果说是双路的话 就是两根线都要输出数据 就这么简单 你看他输出数据的时候 是首先由这个DIO输出第0位 然后他输出第1位 他输出第2位 输出第3位 他就是轮着来 原本本来要输出8个位 就是0到7 应该要8个时钟 但是这个地方呢 只要了4个时钟 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只要了4个时钟 就输出了一个字节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输出的时间变短了 但是输出的量 那么没有减少 所以说在短时间内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那速度就提升了 就这个意思 那有些同学 他可能会疑问 说我还以为双输出是说 我要读四个字节 他从这边给我输出两个字节 这边给我输出两个字节 不是这样的 他是把一个字节 两个线同时输出 他里面有个一位寄存器 你先发 你这个地方发偶数 第0个你发了 我发第1个 然后你发第2个 我发第3个 你发第4个 我发第5个 这么轮流着来 是吧 他不是说把你整个的读四个字节 然后先发两个在这边 再发两个在这边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把一个字节传送的时间变短了 那就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页编程指令 这个是我们稍微要难一点的了 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稍微把速度放慢一点点 因为大家如果说这个页编程指令 你没了解 可以说你这个指令 可能学了50%都不到 这个指令我是花了功夫的 我把这个PPT做得很细 所以说大家 现在如果说你觉得有点累 你暂停一下 喝口水 跳一跳 扭扭腰 如果说你觉得不累 那你就鼓起精神 我们就打起精神 来把这个东西讲懂 我调整一下 座位 0x02 0x02 首先发一个指令进去 然后发送一个24位的地址 什么意思呢 页编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写入的过程 它跟读不一样 那写入的过程是怎么写呢 首先也要指定一个地址 从这个地址开始往后写 那么写数据一 数据二 数据三 那么一直写到数据256 因为我们说一个页面的大小 等于256个字节 所以说它要写256个 那么它的时钟就从 第一个字节是在32到39 对不对 那么到了256个字节的时候 它的时钟就是2072到2079 所以说这个时序图非常严谨 这个时序图是谁做的呢 是我做的 所以说确实是还是比较好看的吧 是不是 我还把它清理了又清理 网上有些不干净的 或者是说不详细的 或者是标错了 有点错位的 我都给它调整过 所以说大家看起来呢 就会非常的舒服 是吧 好 先要自夸一下啊 才有心情讲课 然后我们来看 把这个东西呢 写到这个地方以后 就有几个疑问了 是吧 那比如说我写的这个数据字节 不满256个 或者是刚好256个 或者是比256个要多 那怎么办 好我们来说一说啊 页编程的程序怎么写 我们先来说一下 总体情况下怎么写啊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这跟我们读取的是一样的 页编程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我要种地 那我不是买鸡蛋了 我要种地 种地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有一块地啊 是吧 我有一块地 我要种这个玉米 我先要跑几个坑 这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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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把我的这个玉米种子啊 装在我的口袋里 我要每一个种子呢 撒一颗玉米粒 明白意思吗 就我刚刚讲的是买鸡蛋啊 我现在讲的是撒种子 种玉米了啊 那么这个S buffer P buffer呢 它指向的是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指向的哪里呢 指向的是我的口袋 我的口袋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装的是玉米种子啊 明白意思吗 P buffer指向的我的口袋 那么这个Write Write 这个地方有一个Write 就是写入的地址呢 就是我的这个挖好的这个坑 是吧 我总不可能把种子 放到这个坑的外面吧 对不对 一定要放到坑的里面去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要写多少个 也就是说 我这一块地吧 有多少个坑 有多少个玉米种子 我要把这个玉米种子 最后把它写到这个坑里面去 就这个意思 首先写死能 允许我播种 那这时候把CS拉低 然后写入一个写死能的指令 就是写操作的指令 一边层的指令 我首先要给它 然后这三句话 想起来了吧 我刚刚说的 把手搅成肉酱了 就是放进去一个24位的地址 比如说 我开始的地方在这里 为什么在这里呢 那你有强迫症的同学 他就可能说 哎呀 你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播种呗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 可能这个地方不好过去 这里有一堵墙 或者是怎么样 我先撒这个窝 对吧 我先撒这个 这个这个坑 然后我把玉米种子 给它丢进去 是吧 有可能吧 所以说你这个地址啊 在实际应用中 这个地址不一定在页的起始地址 有可能是在这一页的任何一个地址上开始进行 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要说到这个 这个不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有很多毛病啊 它或者是有很多预处理的一个算法 我们要考虑 那这时候把地址啊 已经选定了 我就要播种这个圈了 这个窝 那这时候呢 就开始播种 把我们的玉米粒 给它怎么样 放到这个窝里面去 然后再掏出一个玉米粒 再放到一个坑里面去 再掏出一个玉米粒 再放到一个坑里面去 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从你的这个包里 拿出一颗玉米种子 通过SPI Send Byte 把它发送到这个地址去 然后这个地址再加加 因为这个坑里面已经有玉米了 再播种这个坑 这个坑种完这个坑 这个坑种完这个坑 然后每一个都要加加 是不是啊 那这时候才能在每一个坑里面 种一个玉米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接下来呢 CS呢 再继续把它拉高 然后把它写关掉就行了 好 这就是我们页编程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刚刚讲了啊 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你写入的这个数据字节啊 一般来说不要超过一页的限制 我们讲25Q16这个芯片 一页的限制是256个字节 也就是说你一次种 不要超过256颗玉米种子 但实际情况下 你根本就不好说 你比如说我只要20个 或者是说我只要300个 那这时候300就比256大 20就比256要小 那怎么办 那你看一看 如果说写入的地址不对齐怎么办呢 写入的数据不是256怎么办呢 很头疼 我们以填字格为例来讲解这个问题 第一个写入的地址 不在一个页面的起始 比如说写入的地址啊 不在一个页面的起始 本来这个地方应该说是页面的起始 对不对 但是我是从这个地方写 如果说数据写啊 只写5个 12345 那就写完了 数据小就照着挨着挨着写 反正能写下 对不对 那么 这时候这个第一个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我们以填字格来说明情况啊 如果说数据大 比如说大于多少个呢 50个 本来这个地方一行是5个 这一列是10行 也就是说这个填字本一个页可以写50个字 但是吧 我要写入150个字 那这时候我就要用三页 但是我的起始地址在这里 那没办法 我只能把这半页先用完 用完了以后 我再把我想写的字剪掉这些字 我再把其他的字分配到后面新的页去 你看啊 做填字格大家都能反应过来 这是这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 写入的地址呢 是在一个页面的起始 就是说我插一下黑板啊 比如说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写 那么如果说数据小于50个填字格 那很好办 就照着写 依次写就行了 是吧 依次写就行了 那如果说等于50个填字格 也好办 那就是说刚好写完 刚好写完 那如果说大于一个50个填字格 怎么办呢 你先写50个大于50个的部分 你再用X减去50个等于X1 你再把这个剩下的X1写到一个新本子新页面上就行了 比如说老师给你安排一个作业 让你练字 练150个字 那我就要用三页这个字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一页能写50个字 150个字就要三页来写 那如果说数据是50个填字格的整数倍 就像这种情况 150个字是50个字的三倍 那就用三页来写就行了 如果说数据来了51个怎么办 有些同学他就老是想啊 说这个51个怎么办呢 那只能是这样啊 所以有些写写写写完了到这个地方写你好怎么办 他写你好干脆两个字合到一个格子里 那是不行的 对不对 你写字的时候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在我们这种25Q616这种芯片里面 他是不能这样写的 所以说你只能说是这样 先把这一页写完 然后再把指针跳转50个格 然后到下一篇的起始 再把剩下的这个一个字写进去 就只能是这样 所以说这就是逼死强迫症 有些人说宁愿我那个数据不要了 那不能 那不行 所以说一定要这样 就是说数据他很难出现完全对齐 或者是说不对齐的情况下 他又有一些难处 好我们把这个东西 我花一分钟给大家理解理解 大家现在思考思考 好了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填字格 如果说我们把刚刚这个问题呢 已经说完了 那么先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编程的问题 那么这个页地址呢 他对齐的情况下 他是最简单的 就说页地址对齐 就是相当于说是在一个填字格的首字节 或者是首地址开始写字 那就是最简单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看 新页开头顺序按顺序写就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啊 比较简单 首先定义这么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有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呢 他是干什么用的呢 他就相当于说指向我们说的那个 要写的那个数据 是吧 我数据从哪里来 就相当于说我的有个玉米种子 我这个玉米种子要播种 那这时候我这个就是指向我的一个口袋 口袋里面才有我真实想写进去的数据 有可能是AD的数据 有可能是传感器的数据 有可能是我自定义的什么结果 对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有一个写入的地址 那么也有一个写入的数量 好 我现在呢 就开始来判断一下 我定义了这么些个变量 这个变量 大家一定要清晰的记明白 首先这个变量就是number of page 是整个要写多少页 比如说我们以刚刚那个50个字格的填字格来说 我要写57个字 请问要写多少个整数页啊 要写一个整数页 为什么呢 因为57除以50就等于1 那有些人说瞎说 57除以50吗 怎么也是一个小数点呢 但是我们说它是整形 所以说没有小数部分 它就等于1 但是对于我们25Q16来说 是吧 它一个页的大小是256个字节 所以说这句话 我写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实际要写入的这个数 除以256 就是整个你要写的整数页 要多少页 那么还剩下多少零头呢 那就是说57取一个50 那么就得7 就得7也就是说要写一页还余7个字节 那么怎么算出来的呢 实际上就是取模 就是MOD MOD 是吧 取模取模取于 不管你怎么说都可以啊 也叫取模运算 就是这个百分号 也叫取于运算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就是这么写的 说这个number byte to write 取于一个256 那么就等于剩下的零头的字节数 就好比说是我要取258 那么取于一个256 等于几呢 等于2 就这么简单 就余2 就相当于说256除以258 取余256余下了2 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这个地方 ADDR用于判断页面地址是否对齐 为什么能判断对齐呢 如果说你页面是对齐的 那你一定是起始地址的整数倍 比如说啊 我说我要写入的地址是0 那么就是第一页的第一个 如果说我要写入的地址是50 那其实就是说50的后面一个 就是这一页用完了 又是下一个 他的下一个就是下一页的第一个 明白意思吗 就是说50的倍数 比如说你这个一页子可以写50个 那我最喜欢要这种300个字 那就正好五六三百 那么如果说你来一个301 那就麻烦了 那要余一个字 那我要七页子才能写完 为什么呢 五六三十吗 一页能写50个 六页就能写300个 你多了一个 那我就要需要新的一页 是吧 那如果说你是页面地址对齐的 他一定是可以取于256等于0的 什么意思 如果说你写入的这个地址 从0开始排 一直开始排 只要能跟256取于为0 说明它是新页的起始 也就是说 如果说ADDR等于等于0 那就是对齐了的 他如果说不等于0 那就是不对齐的 他有可能是2 有可能是3 有可能是5 有可能是32 有可能是48 那么他就不对齐了 明白意思吗 所以说大家做笔记 如果说ADDR是这么来计算的 是写入的这个地址取于256 如果说他取于的结果什么都没有 那么取于的结果是0 那就说明页是对齐了的 如果说没有对齐 比如说我从这一页的这个地方 既不上又不下 这个地方开始写 那这个地址相对于整页的这个顺序排号来说 他就除不尽 除不尽取于他就有余数 有余数就说明他不是对齐的 明白意思吗 就是ADDR用来判定他是不是页对齐 那么这个count呢 就指明还剩多少字节 有些人说老师 你别讲了 我讲的这个地方我脑袋都我脑袋都懵了 你一定要提起精神来 要加油 那龙老师给你加油 你如果说你是你还是懵了的话 你就干脆这样吧 你倒回去一点你再听 如果说你听不懂你怎么办 那你如果说你连这四个概念都听不懂 你等一下我讲程序的时候 你简直就是在坐车 不是开车了是开飞机了 是吧 这个count呢 就是当前页还剩多少字节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我把黑板擦一擦 当前页还剩多少个字节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今天练字 我写了这么这么些个东西 结果有一些老师 他很喜欢在这个地方 A 哎呀 写一个2018年几月几号 什么意思 他觉得你写的很好 他就给你来一个批注A 或者是给你打一个 以月 2018年怎么怎么样 还有一些老师还要签个名 哦 龙顺雨 2018怎么怎么样 好注意看了啊 他如果说一千名 你为了表示尊敬 你就不能从他这个地方开始写 那你只能是退一格 他写的这个注释 你空一格 你就从这里开始写 对吧 你从这里开始写 这是可以的吧 这里开始写的话 那也就是说这一页剩余了多少行 剩余多少行呢 剩余多少个田字格呢 你数一数 一行是五个 剩余了四行 就是二十个 还剩二十个 你就不能从他这个地方开始写了 明白意思吗 因为他已经打了批注了 好比说前面有数据 你不能说 啊 我种地 我把别人的地也薅了 知道 那我我来种地 那不行 那别人是背着铁锹 背着锄头来跟你拼命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你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写 在老师的批注之后 你写这个田字格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count 他怎么来算当前的剩余字结数呢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 如果说不对齐 你肯定就要用他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你是二百五十八 那么取余了二百五十六以后呢 就剩下几呢 剩下二 是吗 剩下二 二百五十六减去二 那么就剩下的这个这个格数 就相当于说啊 这一个田字格 他已经用掉了两格了 这两格你不能动了 那剩下的就是我可以用的部分 那就是这个count 是这样来计算的啊 所以说这几句话 大家要理解清楚 那么temp呢 最简单 他就是用来计算中间值 比如说我 我要判断一下 或者是我要干嘛 相减或相加 中间的计算 我用来保存 保存一个中间的结果 就这么简单 好 这个地方大家要理解理解 好 我把黑板擦一擦 如果说你把这四个 几个变量 最重要就是这四个变量 都把它理解的情况下 我就开始来讲 页面对齐的情况下 最简单 怎么来写 首先他说 如果说页面是对齐的 那么他就判断 你是不是只写一页 什么叫只写一页呢 只写一页的情况下 就是说写整页的这个数据要为零 比如说我这个页能装多少个字呢 一百个字 我只需要写三十个字 那么三十除以一百 请问大家 他的得数一定是几呢 零 那这时候 如果说他为零 意思就是说 你说只需写一页 我给你换一个注释 你就明白了 就是说写入的数据不足 二百五十六个 就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一百一页可以写一百个 但是我只用写三十个 三十个除以一百就等于零 就是这个 number of page number of page为零 意思就是说写入的数据不足二百五十六个 明白意思吗 那这种情况下是我最喜欢的情况 为什么 就直接把它往里面写就行了嘛 是不是 就直接把它往里面写就行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解决了 那么如果说不止写一页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要写一百三十个字 那么一百三十个字 一页只能写一百个字 那这时候他就不为零了 他就为一了 唯一就变成else后面的语句来执行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怎么办 要写一百三十个字 我先把这个number of page减减 我首先先把整个页 我先给你写 因为你页面是对齐的嘛 对不对 你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嘛 我一百三十个字 我就这样来做 我先减去一百等于三十 我再把三十安排到另外一页 然后我先把这一百写到这一页来 那这时候呢 我就说先把spi flash page write 写入一百个进去 那但是我们这个25q6q16 它是一页是256个 先写256个进去 然后指针跳转一页 这两行它相当于说是一个翻页的作用 翻页 大家把它记下来啊 翻页的作用 就是我这一页已经写完了 我还有三十个没写 对吧 那这时候剩下的 我再把剩下的写到另一页去 明白 就这么简单 那有些同学说 你剩下你这个地方倒是剩下三十个 那如果说再大一点呢 比如说我这个是三百三十个呢 那你不说 你不可能说我只写一页 然后我把剩下的二百三十个都写到另一页啊 注意看这个地方是一个wire循环 如果说你是三百三十除以一百 那么这个地方就得三三的话就是number of page 他会减减也就是说三减减第一次是三 那么减完以后他就变成二 那么再减完以后他会变成一 也就是说他会循环三次 他就写了三个整页 最后一点点他才把它写到新页里面去 明白意思吗 就这个意思啊 接下来我用我用最简单的话总结一下这个函数啊 如果说你要写入的字 你要写入的字不足一个页面的最大容量 那你就写就得了 听明白啊 这是第一个话啊 如果说你要写入的字比这个页面要多 那我就算你要多少页才能写完 比如说我要四页 四页还写不完 四页还剩一个尾巴 那我先让你写四页 四页写一页翻篇 写一页翻页 写一页翻页 翻了四页 最后把这个尾巴写到新的一页就可以了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对齐的情况下最简单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页面不对齐的情况 这个就更麻烦一些了啊 如果说你刚刚页面对齐你都没理解的话 页面不对齐 那你简直是你就想把脑袋割下来了啊 页面不对齐的情况 它稍微要麻烦一些 你要考虑两个方面 但是这个两个方面里面呢 又延伸出来了三种情况 你看 第一种 如果说写入的数据不足一整页 剩下的空间是够的 这个情况下怎么办 比如说我写了一个作业 老师给我说你写的很好 我给你打了一个A2018年打的 现在只剩下三行 但是老师又布置了新作业 他说要求我们写十个字就行 啊写十个字啊 这个这个这个怎么怎么样啊 好那十个字呢 我就满足这个第一种情况 剩下的空间呢是够的 因为我算了算 剩下了十五个字的空间 我只需要写十个字 那所以说我就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OK写完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他仍然是不对齐 他从这个地方开始嘛 如果说弟子对齐应该从这个地方开始 无奈我上一次作业老师给我打了个A 那么写到这儿 我只能从老师打了批注的地方往下写 这种情况下就是页面不对齐啊 那这时候我说不足一整页 但是剩下的空间呢不够 老师给我说要求我要写十六个字 你看这老师多变态啊 我说写十五个字吧 老师不行 你必须写十六个字 那说老师你求你了 你写十五个字吧 那我就能把这三行写完 你要写十六个字 我还要新的一行 在这还要写一个字 老师说不行啊 必须写十六个字 那就是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不足一整页 但是剩下的空间呢又还不够 那么我把这十五个写完了以后 我还多了一个要写到新页里面去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更麻烦一些 你要体会一下啊 第三种情况是这种 预写入的数据呢超过一个页 剩下的空间呢先写上超过一个页啊 超过一个页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不是说写十六个字的问题了 他有可能写让你写二百五十五个 或者是随便乱举一百六十四个啊 打个比方 比如说还是这样你作业做了一半 老师很喜欢你打了个A2018 从这个地方开始写 就是不对齐对吧 那剩下来你有多少个格子 供你用呢有十五个 你首先要把剩下的空间都写上 这时候就占用了十五个 那这时候呢你要重新调整剩余字数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要写六一百六十四个 你已经写了十五个了 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一百六十四要减去十五 得到一个新的数 X1 那么算出剩余的字数以后呢 你还要开始算这个X1除以五十 等于多少个整页 因为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对齐的了 对不对 那么一页可以写五十个 那么我就算字多字多呢 那还有三页 那我就再写三页 因为一百六十四减 还够不够三页 比如说我这个写写 哎呀我现在也懒得算了啊 比如说那么他有三页 我就把三页来三页 我整体的写 比如说我三页就写了一百五十个 对不对 那么整页整页的写好了以后 那么刚好写完了 比如说写到最后一个了 哎刚好写了一百六十四个 那就最好 那说明我运气好 如果说运气不好 他还留了一个小尾巴 怎么办呢 又要开辟一个新页 写到这里来 明白意思吗 这就是我们写作业 写作业来理解 很简单 但是如果说你要把它写成程序 那就是真是要考考验一下 大家的一个思想啊 这就我理一下这个思路啊 如果说思路没理清的话 你根本就读不懂那个程序 我再说一遍啊 如果说你的批注打到这儿 老师很喜欢你打了个A 2018 然后呢你先你要写一百六十四个字打个比方 你先要把剩下的这十五个字先用完 然后你要算出一百六十四减去十五还剩下多少字 剩下多少字你就按照新页开始写 写了以后可能是三个整页 有可能还剩一个小尾巴 你就要用第四页的开头的一点点把你的字写完就完了 就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页面地址不对齐且不足一整页的两种情况 我先把它拿出来 就是剩下的空间够和剩下的空间不够 那这种情况 比如说批注打到这个地方 2018 我写十个字那就是够的啊 那我先看一看够的这种情况怎么来做 首先来说number of page只需写一页 或者是说预写入的数据不足256个 或者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足256个就是在一页之内 现在我再判断 他有两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不足256个 就是这一页可以容纳 然后再判断 再判断呢 就是说这个值呢 就是你落单的这个呢 就是比如说我要写30个字 那么30个字比不比剩余的空间大 就是说剩下的空间够不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剩下的空间呢 剩下空间够不够 什么意思呢 这个话如果说大于剩下的空间 那这个意思就是不够 else呢就是够 够的情况下就是这种 预写入的数据不足一页 剩下的空间是够的 那我就直接把它写进去 这种最简单 最简单 比如说我要写十个 你看 12345678910 够 那我就直接一下就写进去了 如果说我要写入的东西 大于了剩下的空间 比如说剩下空间 这个count等于多少呢 比如说剩下空间是15 我要写30 那很明显30比15大 那怎么办 那就是说我写完这里了以后 我还不够 我还要写这么一点点 那怎么办 那就那就只能是在跳一行嘛 对不对 那就只能是这种 你看啊 首先我先把这个number of sign 就是说把这个剩余的这个字数 就是说我要写30个 对吧 30个先减掉 我这边已经有了15个 30个减掉15个 为什么要减掉15个呢 因为我要先把这15个写满呢 我先写15个 我再写15个呀 对不对 一共加起来等于30个呀 所以说我先减掉 然后我得到一个temp 然后这个temp 注意啊 这个temp先留作后用 然后我先把这个count 就是剩余的这个15 我先作为数据长度 我先把你要写的这个字 先给你30个字 先给你写入15个先 你就说我这个地方 你不要看空间小 我能满足你15个嘛 好比说我来了一个旅游团 这个旅游团呢 要住宿 我这个一楼啊 我还剩时间房 但是你来了30个人 那怎么办 那老板不可能说 那一楼就不住了 他没那么傻 他就说你这样吧 老板 你的这个团 一共有30个人 你要来旅游 但是我一楼啊 还剩时间房 那你就这样 你30个人里面 你先抽10个人 来住在一楼 你先把一楼的时间住了 那你剩下的20个 那你剩下的20个 我在看其他楼层 有单的间 我就把你安排到里面 反正确保你这个旅游团肯定能住 我们这个旅店就说提供最好的服务 你放心 我们这个很好的 就这个意思啊 他就说生意一定要做 他就先给你安排10个 就说你要写30个字 我先把你30个字里面的15个 我给你先写了 对吧 写了以后呢 就跳转 翻页 翻页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把别人最后的地方 已经写完了嘛 对吧 这两句话就是翻页 翻页翻页到15个字以后的那个地址 就到这里来了 对吧 到这里来了以后 再把我们刚刚得到的这个tempo 就是我们还 比如说你这个是15 还有15个字没写呢 再把15个字一次性写完 就这个意思啊 旅游团 然后呢 他先这个老板先做了一个减法 他说你们旅游团有30个人 我一楼还有时间房间 30减10等于20 我先把这10个人 我先安排到一楼去住了 再把这个20个人 把其他楼层腾20个房间 这样的话 你就旅游团的30个人就住下了 就这个意思啊 很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夜地址不对齐 且超过一整夜的情况下来编程 夜地址不对齐 又超过了一整夜 那就没那么简单了 那也就说我可能写的数据很多 我不是说我旅游团只有30个人 我可能来了357个人 那就麻烦了 对吧 那可能是说你这个旅店呢 旅店A还住不完 我还要找一家旅店 我还要找一家旅店 我想起我们那个电子设计赛啊 指导老师开会的时候 去宁波去厦门开会的时候 我们就是分好几个旅店 比如说本科组的 你在哪个酒店 专科组的你在哪个酒店 是吧 住不下呀 住不下就是分页了 是不是啊 就这个意思 如果说超过一个页 怎么办呢 剩下的空间你先写上 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有个批注A2018 我先写这15个 那我怎么来做呢 看啊 首先不止一个页 我先来说 把这个count呢 这里这个标号写的很小 我把它重写一遍吧 这个地方不是等于符号 是减等于 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说这个变量 这个number byte to write 减等于count 实际上它等于 它是一个复合运算符啊 它是一个复合运算符 比如说A减等于B 它等效于A等于A减B的意思 我再教一个啊 比如说A乘等于1 等于2 那么就是A等于A乘以2的意思 就这个意思 明白了吗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写的是减等于 减等于 那就是number byte to write 减等于count 它等效于 它等效于number byte to write 减等于 number byte to write 减去count 就这个意思啊 它就是计算 你要写的那个剩余的那些页数 然后我来算 先减掉我这个地方的15个字 因为我还有15个空可以写 是吧 先减掉 减掉了以后 我这个数据就重新调整了 对吧 重新调整剩余字数 重新调整以后 除以256 我看我要几页 然后取余256 我看这几页过后 还剩几个落单的 那么现在我 我这个变量有了 这个变量有了 这个变量也有了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 可以来做东西了 首先 我先把这个地方先写满 是吧 先写满 就是剩余的15个 我先把这15个人安排了 那安排了以后呢 15个15个count就翻页 因为写完这15个 这一页已经写完了 我就挑到这里来了 是吧 挑到这里来了以后 我要写几页呢 我要写三页 好 三个整页 可能还有个小尾巴 还没写完 三个整页 我们先来算 三个整页 把它挨着挨着 页配置256为一页 先写进去 写进去就翻页 翻一整页 写了一页 两页 三页 三个整页写完了 看剩余的这个个体户 等不等于零 就是说 你有没有小尾巴 如果说等于零 没有小尾巴 运气好 刚刚写完 刚刚写完 运气好 如果说有小尾巴 那就再开辟一个页 再开辟一个页 因为这个Sbuffer 已经跳转了 跳转了以后 它就在 比如说 新页 这里写完了 它就跳到后一页 新页的这个起头了 那这时候 我就把小尾巴 写到这里就行了 明白意思吗 就是这一段话 大家去理解一下 23个 我们继续讲 小王子的开发版 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这个 存储芯片的一个讲解 我们刚刚 好不容易把页编程 讲完了 大家有什么感想 如果说觉得脑袋有点疼 喝一口水 再把视频看一遍 因为我都感冒了 我的这个 就是讲的话都费力 我还不是在讲 所以说我们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非得把它搞懂 是吧 好 我们把这个地方看一看 W25Q16 那么芯片序列号 就是我们说的 EF40什么什么东西 15还是多少 他说 先写入一个字符串 写入 私修电子工作室 啥啥啥啥 我真的是不是打广告 把这一个字符 写进去了以后 再从这个芯片里面 再读出来 你一看 写进去和读出来 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说明是写入成功的 没问题 好 我们来开始学第九个 块擦除 块擦除呢 就是指64K的这种块 要擦掉 怎么办 首先发一个第八 然后再发一个地址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址 所指定的那个地方的 64K的这个 这个块的大小 就会被擦干净 就是这样 先写使能 然后拉低CS 然后发送这个擦除块 指令 发送这个脚手 是吧 把这个手 伸到脚肉机里面去 那么24位的地址 就发过去了 然后呢 就不管他了 他自己芯片内部 就开始在擦除了 那这时候 把他拉高 然后在这个 等待块清除完毕 就行了 这就是读状态 实际上 这个是一个读状态的过程 就是他 看他忙不忙 如果说他开始变忙 说明他正在擦除 如果说他不忙了 那么擦除完毕了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语上0x01 就是那个BZV B-U-S-Y 还记得吧 忙标志 那么第十个 就是扇区擦除 扇区擦除 就是比块要擦除 要小一点点 比如说有2K大小 是吧 那这时候也是 发一个指令 再发一个地址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址 开始的那个扇区 就会被擦干净 还有第十一个 芯片擦除 芯片擦除呢 就等待的时间会长一些 但是指令也会简单一些 它只是一个单字节的指令 先发一个C7就完了 先开 使能 写使能 然后拉低 CS线 然后发送一个 这个芯片擦除指令 然后拉高 等待擦除完毕 就可以了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有些同学问 老师 你刚刚讲了三种擦除 一种叫块擦除 它擦除64K 一种叫散去擦除 擦除2K 那么一种叫芯片擦除 擦除整个芯片16兆 我想问一下大家 哪种指令擦除的时间最久呢 有些同学说 那这个还有疑问吗 肯定是这种芯片擦除最久 就好比说 你打扫你一个屋子 和打扫一个街道 和打扫一个城市的区别 是吧 那也就是说打扫城市 肯定用的时间 要比你打扫街道 要久得多 那么打扫街道 又要比打扫屋子 要久得多 就这个意思啊 但是我们说久得多 也就是毫秒级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12个 掉电指令 0XB9 掉电指令呢 主要是控制它的功耗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不用 掉电指令就是B9 是吧 在这个B9直接发进去就行了 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 TPD TDP 这个时间以后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芯片呢 就掉电了 掉电了以后 它的电流和工作的电流 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吧 工作电流 有可能是多少个毫安 那么多少个这个毫安 那么掉电了以后 可能就掉到微安了 是吧 那这个与我们的功耗 或者是节能有关系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释放掉电和 器件ID的读取 那么首先发一个AB 然后这时候呢 等待一个时间 等待一个时间呢 就是说 它的掉电电流 又恢复成待机电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相当于说被唤醒了 本来你原来掉电电流 是微安 有可能一下 开始运行 就变成毫安了 或者是几百个微安了 都有可能 是吧 就相当于说 现在芯片开始工作了 那这时候 它再把这个ID号读出来 那么在指令发送完毕以后 你看还要发送一个指令AB 然后等待三个 还要发送三个尾字节 尾字节完了以后 再取出来这个ID 固定是0x多少 14还是多少 是吧 是固定的 那这个设计制造指令 发送一个90 然后发送一个固定地址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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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址是固定的啊 你不要乱发 你不能说是我随便给他写个地址 必须是0 然后他这时候就来一个生产商 EF 再发一个期间ID固定的 14 那给你就可以了 你把读回来就行了 那么还有第15个指令呢 叫做固态协会的ID指令 是吧 叫做GEDECID指令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他取回来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生产商呢 是EF 发先发送9F是指令 是吧 然后取回来的第一个是EF 代表华邦 是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指令 前面这个指令固定为0x40 后面这个指令固定为0x15 那么他们一拼合就是EF4015 取回来的就是这么一个16进制数 是吧 你要把它变成10进制数 那就变成我们刚刚串口打印出来那样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程序怎么写 首先定义TEMP0 TEMP0 TEMP和TEMP0和TEMP1和TEMP2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TEMP呢 因为我们翻上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字节 这个是A字节 这个又是一个字节 B字节 这个又是一个字节 C字节 也就是说 至少要有三个字节 还要拿一个D字节用来装他们 他们就要拼合 首先我想把A字节排列成这个样子 我把A放在前面 然后我把B放到这里 我把C放到这里 然后让他们三个组成一个16进制数 然后再把这个数给D 我想这么做 不能这样啊 你不能说BAC那就错了 或者是CAB也错了 这就不写了 一定是A在前面 B在中间 C在后面 所以说我有这么多个TEMP 首先先发一个这个指令 然后我取出来的第一个 我就给了TEMP0了 然后我取出来的第二个 我给了TEMP1了 我取出来的第三个 我给了TEMP2了 相当于说第0个 就是0XEF代表华邦 那么这个呢 就是0X40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0X15 那么这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华邦 左移 左移16位 他就到脑袋上去了 EF 剩下的都是000000 好 然后再把他呢 左移8位 那么就是40 到这里来了 然后再把他呢 尾随在后面进行拼合 那么一拼合 就变成了EF4015了 对吧 这就是叠加的一个过程 是吧 那好比说是 哎 脑袋出来了 哎 身体出来了 腿出来了 好了 你的孩子出生了 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最后呢 再把这个TEMP呢 返回出去 那么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简不简单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哎呀 终于讲完了啊 今天呢 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 如果说大家呢 我们回忆一下 今天这节课 应该说是讲了15种时序 这15种时序 每一种时序 都可以把它程序化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刚刚已经带领大家 看了一下 时序的操作过程 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个操作过程 实际上是非常考究的 而且有一些东西 时序必须要搭配起来 你要多看 你要多理解 你要尝试 按照时序编出程序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如果说你说老师 我学了很多单片机 但是你拿给我一个新器件 器件里面有时序 但是我没有办法编出来 说明你根本还没有达到 看时序编程的一个境界 所以说还得培养 希望大家以后遇到陌生的器件 哪怕它是英文的 你只要看它的时序 你就东搞西搞 反正一下午绝对能把它搞出来程序 那就说明你进阶了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用到小王子开发版的 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私修电子工作室去采购 如果说有疑问 可以加入到我们的QQ群 305348768 一起和我们讨论和分享你遇到的问题 或者是你的心得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